海基會 海基會 你是否開始的路人 請坐嗎? 我是不是不知道 你來看你力量 我們訪問路人的力量 阿美主的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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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法院 陳吟委員在今天早上 就海基會 所委托制作的一支广告片的咨询 海基会借这个机会 跟社会各界做一个说明和澄清 海基会办理20周年庆的活动 特别规划了网络票选 希望民众能够来参与 表达个人对于两岸和平繁荣 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为了让有更多的民众和网民来参与 我们特别委托了网络行销公司 并且接受网络行销公司的建议 请蔡阿嘎先生来拍摄短片 那整个短片的脚本 经过本会多次的审查 已经删除许多不雅的字眼 但是对于其中一个名词 它所代表的含义 本会并不清楚 以为那个是一般民众 称呼朋友的名称 那因此 如果造成 对于原住民的误解 海基会表示郑重的道歉 海基会绝对没有不尊重 我们原住民的任何意思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众来参与 海基会的网络票选活动 表达对于两岸和平繁荣的心声 那所有的这个短片的文案 有关这个名词所出现的 在海基会原始的审查文案中 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那我们已经跟网络行销公司表示 在23号 当天23号凌晨上线的时候 我们下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网络公司呢 也请蔡阿嘎立刻把影片停播 同时也关闭了他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部分做修改之后 再重新播放 让民众了解 谢谢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不好意思 这个到底花了多少钱 这个部分啊 我们大概这个部分不好 一般网络行销公司的经费 不是很多的经费 这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我们大概20千万 没有整个整个行销 那整个行销案包括什么内容 包括在YouTube 包括在Blog 包括整个影片的拍摄 那不好意思 我再请教一下 就说您刚刚说这个 就刚刚那个被认为不雅的那个字 是蔡先生他自己夹进去的 那他自己知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有透过网络公司询问他 他跟我们表示 他也问了他的朋友 作为一个动词来讲的话 是表示一个 一个铁真真的男子汉的意思 这是他跟我们的说明 那作为名词呢 作为名词的话 就可能是有今天早上 陈英伟员咨询的那个代表意义 咨诺的那个 也听到说明词 也听到说明词 是否有点 在那一刻 是不过 来点词 有点 我现在想要 还有 有点 小